首面戶外看板 张志豪选择悬挂在中和太和街二号 及中和路四项口 他指出 主要是位居江永昌委员服务处旁边 有传承阳光团队的含义 中央与地方结合 打出中和会更好的口号 也象征前进选战的决心 挂出看板 代表我服务地方的决心 跟我强大的意志 为中和要付出 我身为中和人 我有这个决心 未来跟江永昌委员 为了这个阳光团队 会来共同的奉献地方 而且贡献我的热情行动跟活力 张志豪进一步指出 从11月辞去民进党发言人职务之后 就请走基层 拜访各界听取市民的心声 而这份努力也获得了乡亲的认同 慷慨解囊提供十面户外看板点 这份支持也将化为力量前进议会 虽然党内初选日期未定 不过参选人已经起跑 来为2018选举暖身 中佳新闻 詹仪勋、卢秀娟 中和产报道